日本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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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第一點 人生種的彩月有100多種 然後他們挑出了幾種 出來做培育 那其實這些都是 不同種的產業 去培育出來的 對… 我研究白斑歸代六年的 繁殖新的百分之百 一定會活的法律 OK 酷 這樣子 剪掉 像這個樣子 你直接就這樣剪掉 這樣剪下來多少錢 這個以目前台灣的市價來說 三片葉子的每斑中型算式 大概是落在 一萬到一萬五左右 我們看的白斑是像這樣 白 黃斑是像這樣 這就是屬於白 黃 巨 它同時有黃斑的顏色 同時有白斑的顏色 同時有綠色 我們說的叫三色桂 好漂亮喔 落神的嫩葉很好吃喔 這直接就可以吃 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才是落神花 它吃起來好像是 有香味的醋 醋鬼 它長的是一朵花 聞起來是一個菜耶 吃花的時候再搭配一個嫩葉 它已經調味調好了 近年來各國掀起了 居家植栽的蜂巢 你只要種上一盆 小小的綠色植物 在家裡也能夠擁抱大自然 在這座綠色的叢林裡面 有著成千上萬種的食物 有從入門的銅板架 到玩家夢寐以求的夢幻名品 那妳知道要怎麼樣把植物種好 從植物殺手變成綠手指呢 走 哈囉 遺蛾 嗨 長哥 你好 妳好 妳好 聽說這一區是屬於妳的對不對 對 我說實在我真的看不懂 但是很多女生都特別喜歡這種 對啊 因為他們的夜色非常的多變 然後有一些很粉嫩的 對 再來就是很純白色的 像這個是今年 這是什麼 非常受到歡迎的 草莓之星 草莓之星 對 它就是有整個白底 然後一點淡淡的粉色 就是很可愛 非常吸引女生的夜花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它這些顏色 跟像我們半夜的顏色來說 它是 生成方式是一樣的嗎 對 不一樣 再說 人生種的彩月有一百多種 對 然後他們挑出了幾種出來做培育 那其實這些都是彩月 不同種的彩月培育出來 交種出來的 對 那班月是屬於它的那個 基因 葉綠樹的問題對不對 基因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生成葉綠樹 其實它們需要適度的光照 它才有辦法顯色 它反而是不夠 光照不夠的話 會顯出比較綠的樣子 這我懂 OK 好 所以採葉綠 妳現在妳這裡總共有幾種 妳收了幾種 這邊應該有二三十種 我跟你講植物 真的是一個 我們說它是坑 而且這個坑 就是妳一旦跳進來 妳就很難爬出去 因為它上面布滿了 濕滑的青苔 妳是爬不走 好嗎 而且一養了會再養 價格有如實跟老婆說嗎 噓 噓 不可以講 沒有 這些事情是不會講的 妳知道嗎 講到錢就傷感情 對 講到錢就俗氣 我們就是呢 讓這些綠色植物在家 好好的療癒妳 這些其實還是比較無價 對啊 就是調適妳的身心 紓壓的感覺 妳什麼時候會走進來這裡 每天啊 每天的什麼時候 通常是下午 下午 為什麼 因為早上起不來 賣花竹 這個也是現在非常受 女生歡迎的 然後也是很好栽種的品種 它的特色就是它明顯的脈紋 跟愛心型的葉片種 好漂亮耶 其實你們度的都很好 我們要怎麼樣在家裡 才能把我們先講採玉類 採玉類它最需要的元素是什麼 它需要明亮的 就是閃光 它不要太陽直射 然後再來就是 充分的給予選 充分的給予選 對 它其實不怕濕 它其實是愛濕的品種 對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秋冬的時候 就是溫度開始降低 然後天氣變涼 它們會休眠 休眠 休眠就是整個現在五彩 英文的葉子會全部消失 對 就是剩下一盆盆的 看起來像沸土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妳不要覺得它已經壞掉 就把它丟了 對 它來年春天的時候 天氣漸漸回暖 它就會再開起來 對 那所以我們能用片的嗎 比如說 現在我們的四季很分明到 OK 秋冬開始 但我能不能在這裡面的溫度 把它拉起來 濕度不變 溫度拉起來 可以 它還是能夠繼續 它在台灣的南部 其實就不太會休眠 因為南部一年四季的溫度 都是滿高的 懂的 那北部的話大概就是 十月底 十一月初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進入睡眠的狀態 懂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減少 給水跟給肥 對 OK 因為它也沒有葉面 可以幫它代謝 對 所以你看 不要怪自己是黑手指 其實不是 只是溫度降低了 好不好 如果你在種採域的情況下 不要懷疑自己 繼續種下去 好不好 它就是會休眠 它不是不見了 開春就載回來 採葉玉 屬於天南新科五彩玉鼠 因為色彩繽紛 樣式繁多 葉片彷彿就像美麗的畫作 不但是高顏值 更因為價格平易近人 成了室內官業植栽中 非常受歡迎的植物 這個是印尼進口的火鶴膠種 火鶴現在很流行 對 這個也是 我們一起 美麗一起進口的 好漂亮 印尼在幾年前已經風行過了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 做出非常多的焦種 好漂亮 它融布質感的頁面 每一顆其實不太一樣 像這個 對 它火鶴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濕度 跟它不要 它也是比較太陽直射的品種 不要直射 我看你們就用溫室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在家裡面 它需要怎麼樣去創造這樣的環境 在家的話建議就是 開個冷房 然後買那個加濕器 加濕器 對 增加它空氣的濕度 因為很多人現在都會覺得 我在家裡養植物 就像在野外一樣 看到它就會綠 一樣的地方它就會綠 但是你有沒有去觀察過 那個植物生長的環境 它一年四季跟每天的變化是什麼 那個是很適合它生長的環境 就是要先去了解植物的原產地 它的產地是什麼樣的環境 那有些其實在台灣 其實是比較難飼養的 OK 對 比如說什麼最難養 你現在養過你覺得 連你們都覺得難養的 火候之後嗎 這個就是火候之後 等一下 我要問一個問題 它現在是正常的狀態 還是不正常的狀態 不正常 它因為 為什麼 它懼怕高溫 它特別的怕熱 其實我們已經給它在遮陰處 然後旁邊有造物機的狀態下 它還是這些都是熱障礙 造成了頁面的有缺跡 對 那這個要怎麼辦 它會適應環境嗎 它是可以驗化的嗎 比較難 那就是等 我們就是等秋冬的時候 就是氣溫降低 它就會之後長出來的頁面 就會越來越完整 就慢慢讓它長 讓它強壯一點 不然就是要 回去讓它住冷房 養植物 養到住冷房 你們實在很厲害 其實植物過得比人還舒適 現在目前是 有別於一般植栽 雨林植物既怕冷也怕熱 有的很怕曬太陽 想要變成 和皮兒一樣的植物玩家 可得先懂這溫室裡 成千上百種 有公主病的雨林植物 看完女生的最愛 來看看其他的網紅植物 龜背玉 我現在知道的有 普通龜 日本白龜 對 太龜 對 冬荒斑 對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叫 長金節的龜背玉 對 你剛剛說的都是各種 Monstera Deliciosa的種種 對 那主要要分長金節跟短金節 長金節短金節怎麼分 長金節的龜背玉 我們可以看到的節點處 比如說葉子跟葉子中間的距離 它是會像攀爬型的一樣 爬上去的 對 所以如果當你不去做 繁殖的時候 它其實會像一個樹一樣 沿著樹皮 樹幹 入到天花板 這就是我們在長金節的繁殖 這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較流行的 長金節的龜背玉的繁業 所以那為什麼他們叫它 日本白斑龜背玉 因為最早在日本的一個園藝家 大概四十多年前切出來 第一顆之後 它也在做日本繁殖 OK 那這六年開始是從日本的 主要是量產到世界各地 所以最早台灣接觸的時候 那個產地來源 其實從日本來 所以我們習慣叫做 日本白斑龜 好 再來就是說 龜背玉 我們到底 比如說長金節的龜背玉 像我聽到的是覺得是說 因為我自己也有 他說你就切 越切越漂亮 對 是這樣嗎 龜背玉的繁殖 切不一定會漂亮 其實就是任何繁業植物的繁殖 就是一個運氣運氣 對 我個人自己用技術跟經驗 跟統計下來 其實切是冒著很大的 植物死亡的風險 怎麼說 假設一顆漂亮的白斑龜 我切了一刀 對 那根據統計學 我們理論上會變成 0.53顆 它不是切一顆會變兩顆 其實我的白斑龜會越切越少 包含了切完之後的傷口控制 沒有控制好 敗菌 爛根 爛枝條 死亡 包含切完之後 有可能造成全白 也會死亡 白化 對 有可能變全綠 對 完全我們叫所謂的反阻 OK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不一定代表說 每一顆植物越切會越漂亮 OK 那所以這邊 這個是 你說這兩個示範是 有切跟沒切的 對 這一顆就是標準的 因為多數的天然星刻 尤其這個龜貝 它都是單一生長點 對 所以它會從小三五片葉子 一路爬到第四七十八片葉子 之後 會一路往上走 如果都不理它 它就整個爬出去 對 如果給它一根 無限制長度的攀附物的話 它會一路的往上走 但一路往上走 會有好處跟壞處 一路往上走的好處就是 當我的葉面夠多 所吸收的營養夠多的時候 它會從底下開始長出 自行長出側芽 在不切葉的情況下 它自行會在底下 舊的枝條的節點處 長出第二顆側芽 對 你就不用再去煩惱 我一定要去切 讓它造成死亡的風險 OK 那壞處就是 當我的植株越成熟之後 差不多十五五到二十片葉子 或者是我的肥料越來越多 土壤越來越營養 氣根所攀附的養分 越來越多的時候 會造成頂牙的葉子 會越來越綠化 因為半葉本身就是一個 植物不健康的狀態 基因缺陷 對 但是當這個植物本身 吸收的養分夠多的時候 它會製造很多葉綠素 也會造成新葉 我們可以看到葉子 會越來越綠 它不一定是一個好事就是 OK 我們還有什麼龜 龜背育的嗎 對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叫棟棟龜好了 棟棟龜 Go 我研究百般龜一代六年的 繁殖心得百分之百 一定會活得保持 OK 酷 這樣子 剪掉 像這個樣子 你看 你直接就這樣剪掉 這樣剪下來多少錢 這個以目前台灣的市價來說 三片葉子的每番中型Size 大概是落在 大概四萬到一萬五左右 台灣第一點 像這幾顆都是我目前市面上 常常看到比較稀有的棟棟龜 棟棟龜 第一種就是這個半葉的 我們叫Alexandre I 就是市面上目前半葉最流通的 嗯 它其實也是一樣 葉子偏小 這差不多就是它最大的神獸葉 這是最大的 差不多是最大的 那它會一直往上爬嗎 它會一直往上爬 也是常津節的 也是常津節的 哇 我可以拿嗎 可以… 其實 是滿漂亮的 但是你知道 就植物這種東西 你除了療癒自己 跟放在家裡 吃到很多的芬多精跟養分 最主要還是要自己喜歡 對 對不對 對 那第二個我們看到的 目前比較稀有就是這一顆 我們看到這些棟棟龜的演化 其實它就是雨林最底層的植物 它在同樣的面積的葉子的情況下 它為了要吸收更大範圍的陽光 所以它把自己開始演化成 出現裂葉 出現棟 這樣如果今天我把這一整片的棟 全部去掉 它大概只有這麼小的一片葉子 但在面積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它可能更大範圍去照 想辦法照到我們的陽光 對 就是洞洞的演化 這顆我們叫 它是一顆當初學者 在秘如所採集的個體 它也是目前收藏家中 最珍惜的規貝玉鼠的個體 對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在台外我們接到 OBQ洞洞 OBQ洞洞 對 它是以最烈葉來做 這差不多還不算成熟葉 這大概是從雅成豬左右 那最大片呢 最大片應該 目前這片葉大概15到15公分左右 最長也可以到35公分左右 那很壯觀 看不太照葉綠樹 我覺得很像一堆網格這樣子 那很壯觀 那它這樣的 我有時候在種植物跟養動物 分中來講 我都會去想 它為什麼要變成這樣子 你剛剛說它是在植物的最底層 對不對 對 那底層它自己要照到陽光的 機率就已經很少了 是的 那它如果葉面又展開 它自己下面的小葉子 可以照到陽光機率又更少 沒錯 所以它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有開孔 讓光可以下得去 沒錯 照到下面去 沒錯 就是它當初 這個植物的演化的過程跟基礎 洞洞系列基本上 都是為了這樣去求生 懂了 珍貴稀有的半葉窗孔洞洞龜 難怪是植物愛好者的夢幻藝品 Chris說 它的洞洞龜 收藏除了迷你型 另外還有巨虎吧 請問一下這一株是 這株就是我們說的 Monstellas Colo Chow 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ESQ的洞洞 它也是龜貝玉鼠的 那也是目前我們看到 在台灣或在野外 看到比較大型的個體 一片葉子基本上 可以超過1米2到1米5左右 那它的演化過程 也像剛剛說的一樣 也是像雨林偏低層 然後一樣 它會往上爬 會 但它是比較特別 是短經節的攀爬型 短經節攀爬型 OK 所以它葉子會緊齡的葉子 我們看起來就很像 很像泰斑或是像一般 龜貝玉或是像鋁人椒這樣 葉子交錯的對生而長 然後它中間這個是 這個是花 它的花 對 蔓綠蓉通常會在 一年世紀開花 花之後就會有花粉 會想辦法用人工方式去受粉 然後結果 你用種子開始做直升 或是做膠粽這樣子 好酷 所以它這些原來也就是它 而且它也不是直接列列外面 它也是洞洞的 是的 它也是洞洞 像這樣子 對 這是一般比較少 就像你剛剛有提過的 一般我們家裡或庭園 對 不可能讓它種這麼大 你可能掉到野外比較有可能 或者是它還可能 30 50公分的時候 你就會捨不得 或者是你可能會切下來 換一些現金 換成另外一顆植物 對 然後我比較喜歡看它真的原生 或是成豬的樣子 所以通常不喜歡切植物 其實這樣比較好看 我說真的 你如果要做到這麼大的 它這一束的洞洞 做到這樣真的比較好看 而且擺在家裡的視覺效果非常好 當然 你隨便擺在一個角落 你只要把它顧好 上面有稍微一點點微光 所以你擺在這個位置 就是它基本上已經可以 擋掉半天的日照了 沒錯 酷喔 這個環境 對啊 這個是 這一間是仿造原 就是鹿洋來做的 所以我這邊其實是沒有 天花板的 風吹日曬雨淋其實都進得來的 很棒 對 不是一個算溫室 比較算是一個戶外的概念 很酷 我自己在家也是在設計這些 對 它會有的自然元素 除了雷生我做不到 因為雷對植物也沒有什麼幫助 對 就讓小孩進去喊一喊就好 對 別人家的龜背芋 總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Chris的溫室裡 收藏了上百種珍貴的植物 但今天他要讓我把龜背芋 一次看個夠 一起去認識其他的精品龜背芋 我們今天不介紹別的 我們今天就介紹精品就好了 我們剛好有看到白斑龜 是的 他也算是龜背芋來說 嗯...已經不是入門了 已經到中上了 但是還有在上 有 除了白斑龜之外 還有這顆我們說的黃斑龜 黃斑龜 它其實品相一模一樣 品種一模一樣 只是它顏色是黃的 對 所以我們叫做黃斑龜 所以在台灣我們也叫做日本黃斑龜 日本黃斑龜 但我們以顏色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創造出 它的黃色多一點 第一個 不要下肥 不要下肥 第二個 定期的去切它 定期切它 讓它受傷 讓它不要這麼養分旺盛 第三個 多一點日照光 對 我們剛好提到 多一點日照光 除了可以保留所謂的白斑 停留的時間 沒有枯萎之外 當你多一點日照光 這片葉子養分吸收充足 它就不會讓新葉 繼續的去製造葉綠素 對 證明是它現在的環境就叫是夠的 它沒有一個憧憬 它沒有危機意識 去要製造葉綠素 讓自己附下去 相對來說 你新葉就能越來越斑 懂了 所以我一般建議 大家建議用最基本的就是 光跟肥來控制 OK 你想要一顆白斑植物 斑葉植物漂亮 不要給肥 不要給肥 它會長得比較慢 它會比較漂亮 懂了 給它多一點光 讓它想辦法不要去製造葉綠素 同時保有本身的斑葉的長久性 OK 好 定期消水 我們剛剛看到這是黃斑 是 這個呢 這個就不一樣了 這是從黃斑所謂衍生出來的品種 目前我們叫它叫三色龜 三色龜 就是白 黃 綠 保有 對 我們看的白斑是像這樣 來 黃斑是像這樣 這就是屬於白 黃 綠 它同時有黃斑的顏色 又是有白斑的顏色 同時有綠色 我們所謂的三色龜 好漂亮喔 目前少有流通的 它通常是從黃龜的挑選中 所挑出來的個體 我們要三色龜 漂亮 漂亮 精品等級的龜背玉 除了讓人大開眼界 也獲得了許多養護新知識 而Chris說他還要再加碼 從初階玩家 你要再往更高一等級 你必經之路 是的 對不對 日本白斑龜背玉 那白斑龜背玉現在就是切 對 對 因為你不切的話 永遠只有一顆 而且好像變成兩顆三顆 可以送七盆好友 可以讓更多人喜歡這個植物 必須要經過繁殖 就是切這個過程 OK 對 怎麼切才是正確的切 而不是說一切兩邊都沒有 它其實沒這麼簡單 切的方式有很多種 每個人因人而異 然後我這邊提供的是一個 我研究白斑龜背玉在六年的 繁殖心得最保險 就是百分之百一定會活的方式 OK 酷 這樣子 大家也建議新手做 然後我們看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白斑龜背玉 它的特色就是 它每一片葉子都會長一條根 對 除了最新的葉子之外 它每一片都會長一條根 那我們在繁殖過程中 都是把葉子帶根 這樣去做繁殖 我們來看下刀處 通常我們選擇的繁殖的部位 會以頂牙 就是說最上面的 兩到三片葉子 帶一條根為主 所以目前這顆來說 我的下刀處就會選擇在這一條根 下方的這個節點位置 用剪刀的輕輕把 去剪掉 像這個樣子 你直接就這樣剪掉 對 繁殖的嫩葉很好吃 對 直接就可以吃 對 有沒有看到這個男生肉繩花 它吃起來好像很有香味的 驅鬼 它長得是一朵花 聞起來是一個菜 吃花的時候再大力的嫩葉 它已經調味調好了 台灣第一店 去剪掉 像這個樣子 你直接就這樣剪掉 對 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先請教一下 好 雖然說講到價錢 就會有一點俗氣 但是我要講到價錢 就是要你更珍惜這個東西 這樣剪下來多少錢 這個以目前台灣的市價來說 三片葉子的每般中型算式 大概是落在 懂了吧 三片葉子 所以當你買到了 你拿回家你就好好的顧 學正確的方法 要不然就會把它毀了 對 就是一個殘害生命 對 OK 好 那小豆換你來試試看 這個做比較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有一個牙 對 這邊是一個新的根 所以通常剪這個段不太適合 對 我們建議剪根的這個長度 我覺得最好是抓5到10公分 為什麼抓5到10公分 差不多就符合我容器的長度 像你這邊還有一條根太長 對 塞不進容器裡 而且這會有一個韌性 你稍微折它會斷掉 有時候會導致傷口這樣子 切這裡 對 就剪了喔 就剪了 這裡喔 對 就這樣 就這樣 這我鼻子剪 鼻子作氣 對 現在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三葉一根 好漂亮喔 對啊 好 我剛剛要問的問題就是說呢 頂牙跟中段它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頂牙會隨著它本身的基因 一直不斷的往上漲 對 你這顆來說什麼是所謂的基因性 這是最舊的葉子 對 再來第二片是這一片 對 第三片是這一片 對 激素葉的葉子的版紋會一樣 所以這一顆的下一片葉子長出來 會跟這個八九不離世 這就是頂牙的基因性 所以當你自己如果願意 把頂牙分給別人 那相當來說是好的朋友 是的 那您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來可以幫你動個刀 請用 您的另外一個問題 當頂牙剪掉之後 中段 這個東西就所謂的中段 不是 我沒有要你剪的意思 沒關係… 中段 太多了 那為什麼中段會比較不好呢 中段它必須要從它的經節處 重新觸發新的芽點 對 那冒出芽點的位置 目前來說是無法控制的 也就是說中段所新長出來的 一片新的葉子 可能是會全綠色 可能會全白色 有可能一樣漂亮的斑紋 機率大概都是1 3分之1左右 所以它不是一個穩定的 你跟人家拿到這個枝條 但相對來說它久了 可能就變一個全綠的植物 就沒有那麼有價值 天啊 這中段的風險 全綠真的會瘋掉 如果說你買一般龜貝魚全綠 你很開心 但是你買到白斑龜貝魚全綠的時候 你就是可能最近多扶老太太 過馬路吧 你一個月的重心土裡以後 它要開始紮出來穩根要多久 以台灣的 以這個龜貝魚來說 我們的生長期是3月到9月 對 3月到9月內繁殖 一個月內就會冒出下一片葉 包含切的地方 會長出一個新的芽 但是如果是淡季 非生長季10月到2月 那大概需要2個月到3個月的時間 對 但是我們現在在這個季節切 對它來說的影響嗎 對它來說影響就是變得很慢 如果今天像是 快9月底10月來切的話 或許會在1月才會發新葉跟新芽 但是在… 這麼久 對 但在冬天切的好處是 它比較有機會變白 對 這是相對的 其實當初第一顆 我們說日本白斑龜貝魚在日本 原藝家切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在冬天切的 冬天切的 對 就是它的故事 比較少的切 好 你看今天又學到怎麼切 而不是說 當然你也有你切的方式 你也有可能會成功 但是我們這個是 你本身是南科的 你是科技人 對 我算是半導體科技業 科技業 是 所以我跟你講科技人的話 是可以信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在做統計 對 所以它統計出來的成功率 現在就告訴你有這麼高 你就先聽它的作法 好不好 那這三本我看 挑喜歡的拿走 你留著吧 挑喜歡的拿走 說起植物 頭頭是道的Chris 正直其實是足科工程師 因為朋友送的小盆栽 讓他一腳踏進羽林植物世界 為了能收集更多品種 Chris自己研究進出口 簡易方法 不但收藏了上百種珍貴植物 也讓他的溫室成為 園藝界知名的聖地 而他也歡迎植友們 一起來享受植物帶來的幸福感 秋冬季是洛神花盛產的季節 洛神花除了可以泡水飲用以外 它還可以做成果汁 果膠 用途多多 它的根 花 籽 都是寶 所以呢 被稱為植物界的紅寶石 你以為洛神花只有台東有嗎 現在在桃園也採得到 來去田裡跟著農夫一起鬧吧 我們在那裡 阿明跟燕子 來去找他們 哈囉阿明哥 嗨 小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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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採什麼 這是洛神 對 現在我們是洛神的季節 我們在採洛神 洛神的季節是幾月到幾月 每年大概是九月到十一月左右 九月到九十十一 三個月而已 對 差不多三個月 一年只有一收喔 對 它生長期要這麼長喔 對 它差不多在清明節過後就可以種了 種到現在左右開始陸續採收 那你採收完了之後 它就會整個要 你要重新再種嗎 要重新再種 蛤 我以為洛神就是放著 然後它會一直長一直長 然後你只要修矮化就好了 沒有耶 因為洛神不過冬 到冬天的時候 它整個葉子會落下來 那它整個落下來之後呢 它的整個根啊 金類 就沒有辦法 都沒辦法了 就整個要挖掉重種 對 全部都挖掉之後 等隔年繼續種 每年的秋冬季 是洛神花盛產的季節 六年前阿明因為喜歡大自然 帶著做美術設計的老婆燕子 從業務工作轉換跑道 成了青年農夫 夫妻倆在租來的有機農地上 推廣親子教育 隨著季節變化 種植不同的作物 帶著遊客邊玩邊鬧 享受農村生活 所以是洛神不過冬 對 洛神不過冬 我們來吃一下很特別的 洛神嫩葉 蛤 洛神的嫩葉很好吃喔 這直接就可以吃 對 有很多的小朋友 超愛吃洛神的嫩葉 你確定 是的 你先吃 這很可以耶 每次都好像有這種試銀針一樣 先吃 試完我才吃 對 你吃吃看 真的喔 酸酸甜甜的 欸 很可以對不對 很好吃耶 很好吃 我跟大家講喔 所以來到這邊 我看我不用拔洛神 我一直拔嫩葉就好啦 嫩葉超好吃的 在東南亞緬甸 他們會用洛神的葉子來做料理 只是台灣 他們比較沒有在這方面做 不過待會兒我們採一些葉子 我們來做一些洛神的葉子料理 葉子的料理 所以洛神是整株可食嗎 整株可食 它的花 它的花 葉子 不對... 這是花二 不是花喔 這可以摘嗎 這個可以摘 來 我們吃吃看 來 這個直接 直接在下面 用剪 這樣就可以摘了 來 小豆 我跟你... 所以你說這個不是花 這個小豆 我跟你講 這個我們平常吃的是洛神花二 花二 對 但是我們大家就叫洛神花 其實是洛神花二 我們把它剝開之後 這個裡面就是洛神的種子 洛神的種子 這個就是洛神料理超棒的 對 超棒的 洛神的葉子真的滿特別的 而且你知道 杏鮑菇 然後有芹菜 蘿蔔 木耳 它吃起來真的就很辣湯耶 台灣第一點 這個種子呢 現在目前是白色的種子 看到了 但是它成熟之後 它就會變黑色 成熟之後會變黑色 對 成熟之後變黑色 黑色才可以種 黑色才可以種 發育率才會高 有沒有看到 這個種子裡面還有非常豐富的果膠 非常棒的 非常豐富的果膠在裡面 所以這個種子是 你不要告訴我 這種子現在也可以吃了吧 種子喔 種子比較少人在吃 種子比較少人 但是我們可以吃吃看洛神花 來 我們吃吃看 有啊 我手上有啊 這裡 那是花鱷 那是花鱷 對 有沒有看到 這個才是洛神花 這個才是洛神的花 這才是洛神的花 那我們平常叫這個 叫洛神花我們叫錯了耶 叫洛神花鱷 這是洛神花鱷 對 吃吃看 我跟你講我們可以來田裡面 這個到下午的時候就哭掉了 我先吃給你看 你先吃 我先吃給你看 好 這個味道非常的特別 這味道吃起來像是 有香味的秋果 有香味的秋果 很難想像對不對 來一顆 等一下 我來 我自己想說 對 這個 好 它的品種的 洛神花的顏色也很太一樣 真的嗎 像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吃的這種品種 是 是嗎 你看它的花鱷 它現在其實是剛剛裡面的花包 整個這樣 對 打開來它才能花 它的花 它的花售完粉之後 種子就會在裡面 花鱷就會把種子保護起來 保護它 所以像這樣 對 是的 這樣就都可以吃了 是的 這整個都可以吃 這都可以吃吃吃看 什麼味道 要嚼下去才會知道 它有一個蔬菜味 對 它是蔬菜味 它不是 我以為聞起來會是花香的味道 不是 不是 它吃起來像是 椰香味的秋葵 蔬菜 這好妙啊 它長的是一朵花 聞起來是一個菜 這好像什麼 新疆菜 有點像 有沒有像 好妙喔 味道很特別吧 這個時候呢 吃花的時候 再搭配一個嫩葉 最好吃 而且它 它已經調味調好了 好像就是一個蔬菜有沒有 然後加了一點點醋 對 那個感覺 酸酸甜甜的 可以調味調好 很可以對不對 好像是一個 什麼生菜沙拉的概念 對 然後我現在好像是什麼 草原上一匹馬 或者是一隻羊之類的 就一直吃... 有沒有很可以 來 我跟你講 白洛神的葉子更好吃 還有白洛神 這就是白洛神 白洛神 我沒注意到耶 我還以為它就是一般的什麼 它就成熟的洛神 另外的菜還是什麼 沒有... 它的名字就是白洛神 我現在有看到有白洛神 是 然後我們一般認知裡面 洛神是紅色的 對 我們的部分 這個的部分 因為它後面有點綠綠 我們就叫它斑馬洛神 斑馬... 有沒有像草莓 有沒有像草莓 我們又叫它草莓洛神 很特別對不對 斑馬洛神 又叫它草莓洛神 草莓洛神 是 所以洛神到底有幾種 洛神很多種 非常多的品種 有白洛神 草莓洛神 還有另外的黑洛神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種洛神 因為其實洛神那個時候 它本身是高抗氧的一個作物 抗氧 洛神他們有做很多的科學研究 它特別是針對人體的肝臟部分的代謝 非常好 白洛神的嫩葉也可以吃嗎 白洛神的嫩葉最甜了 真的嗎 這個 我跟你講這種最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被蟲咬過 表示無毒 有沒有白洛神的嫩葉比較甜對不對 有沒有這感覺 還是酸酸 但是它沒有它那麼酸 對 白洛神的嫩葉比較甜 酸香 紅洛神的這個 斑馬洛神這種 是 它的嫩葉會比較帶一點酸香酸香 超棒的 要不要來剪一下 來 我幫你剪... 好 我幫你剪 我們來剪一下 來 我幫你 給你一個袋子 那我剪到 反正在這邊有剪 剪到就可以帶回去 就剪 對 然後我若想吃嫩葉 我可以就拔回來 對 然後看到花 就可以塞一下花來吃了 真是草花槌來的 來一下 來... 這邊 這邊有很大的 有沒有看到 這... 這裡... 這個有花可以吃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太... 這太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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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的 這太巨了吧 長得像不像蓮霧 這火龍果吧 這太巨了啦 洛神耶 好酷喔 那個洛神 待會兒我們中午 來吃一下洛神料理 真的喔 好酷 趕快來找 這邊都有大的 好棒 這邊都是大的 所以只要是大的就可以摘 都是大的都可以摘 想不到我們吃了 這麼多年的洛神花 其實是它的花餓 而洛神花之所以可以得到 植物紅寶石的稱號 歸功於洛神裡面的 種多分類 能夠降低肝功能指數 具有保健功效 也含有豐富的花心素 黃銅素 不但可以養顏美容 還可以調理身體 這麼棒的食材 趕快多採一點 跟著燕子回去DIY 讓它更容易品嘗 洛神花到底可以做多少東西啊 洛神其實可以做很多 可以做洛神汁洛神果醬 洛神蜜餞 那也有很多人來 把它拿去做餐點的部分 餐點 那我們要做這些東西之前 你說洛神要處理 鍋要怎麼處理 我們洛神要用這個鐵吸管 鐵吸管 然後呢 然後你就這樣子握在這個 花餓的上面 對 然後稍微用力一下 把它轉一個圈 讓它可以讓它裡面的 可以出來 耶 成功 就這樣喔 對 就是這樣 很酷喔 很酷喔 然後呢 就這樣 然後就繼續 繼續 對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 就可以做洛神蜜餞 做蜜餞 對 蜜餞是用什麼做 洛神的花餓嗎 對 就是我們現在 把籽去出來 那如果說是一般 做洛神果醬 這個洛神籽 它是果膠的來源 所以可以拿去做熬煮 就不用再加果膠了 就用這個當果膠 對 要不然我們一般來說 果膠我們是用那個叫什麼 吉利丁 對 來做成果膠 其實這個不用 洛神直接用它自己的籽 你就可以做了 對 那它熬煮之後 它就是會變成透明的 它看到裡面的 一小顆一小顆的籽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呢 要把 去好籽的洛神 花餓的部分 我們要先洗過 那洗過之後 我們拿去做一個 殺青汆燙的動作 10秒鐘就可以了 真的喔 OK 對 這樣子 它的洛神汆燙過後 它才會脆脆 對 洛神喔 對身體非常的好 因為它是280種的植物 裡面抗氧化第一名 抗氧化第一名 對 本身就是 就像蘋果啊 蘋果它就是一個 抗氧化的作物 所以它吃蘋果 會讓身體很好 真的喔 對 那其實 它比蘋果更厲害 真的喔 因為它是280種植物第一名 對 以前的醫生說 應該說 應該說 這比較接近吧 280種 對 酷 好喜氣的菜喔 這個就是洛神料理 超棒的吧 都是有紅的 對 超棒的 都是喜氣的耶 台灣第一店 跟你分享一下 好 這個 我看一下 從這個好了 這個是什麼 洛神葉子 洛神葉子 再加其他的蔬菜 叫做洛神石井蔬菜 好喔 來一下吧 吃一下... 因為葉子入菜 還真的沒有吃過 我們一起來吃一下 好像... 好像乾的酸辣湯喔 真的 很特別的味道對不對 洛神的葉子 真的滿特別的 而且你知道 你用這個 然後有 杏鮑菇 然後有芹菜 蘿蔔 木耳 它吃起來真的 就很像酸辣湯耶 有沒有 乾的... 好酷喔 乾的酸辣湯很特別對不對 這是酸辣湯耶 在東南亞這... 他們就是... 酸辣湯就是用洛神葉下去煮 因為東南亞天氣比較熱 所以他們半生不下 都會喜歡加酸酸辣辣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洛神的葉子 再含洛神下去炒濕蔬菜 這個太適合了 那... 它其實只要葉子下去炒 它就變酸了嗎 是 葉子還有洛... 它只要單葉子就會酸 那我們特別的部分 還會再加洛神下去炒 那你沒有加醋 沒有加醋 沒有 沒有加醋它這麼酸耶 你知道它的酸度是有... 讓我覺得是有加醋的酸耶 很特別喔 好酷喔 那這個呢 這個是洛神沙拉 沙拉...我們來吃一下唄 洛神沙拉 來 吃一下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耶 這個酸度 就沒有剛剛的那個... 對 沒錯 洛神的葉子 酸 但這個的酸度 加上它那個花生 整個其實滿搭的耶 它不會... 它不會讓你... 讓你覺得說你只有純粹酸 然後那個花生下去以後 你會突然間覺得那個酸 就被花生給解掉了 它就很爽口的一個東西 而且會烤烤烤的很特別 對... 旁邊再配上雞肉 對... 雞肉然後還有洋蔥 來一下 好酷喔 很爽口對不對 很爽口對不對 有沒有來到東南亞的感覺 有耶 有一點... 好像我去... 巴黎島 或者是... 印尼群島 裡面會吃到的東西耶 好舒服喔 而且... 這個吃完你會想... 回頭想要再吃一點葉子 很特別的味道對不對 你知道啊 這兩種酸 是不一樣的酸 是 葉子是接近醋的酸度 這個呢 有點類似... 水果的酸度 它是水果的酸度耶 不一樣 完全不同耶 那這個呢 那我猜猜看喔 這裡面有什麼 這湯喔 這甜湯喔 是 這是桂花 這裡看就是桂花 等一下剛好是桂花的季節 是桂花... 然後這個是什麼 小洛神 小洛神 這個呢 猜猜看它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菜頭 菜頭 那個是叫做梨子 來喔 水梨 水梨喔 我用水梨然後把它變成甜湯 我們說梨的叫 洛神桂花水梨甜湯 洛神桂花水梨甜湯 來 下邊 有沒有下口 它的洛神花茶裡面有桂花的香味 然後有水梨的甜 那個... 那個清爽跟那種清涼感 對 它是一種清涼的就是你夏天 你來想吃一個水梨 哇 很多汁這樣 它現在加洛神 然後再加桂花下去了 好舒服喔 很清爽的口味對不對 好喝耶 好喝耶 很可以喔 想不到可以洛神這麼多的地方 好喝耶 非常可以 又學得到一個洛神的新知識 其實台灣呢 在地有很多青年回鄉的校長 是 還有 你們原來是做什麼回來務農 本來 本來我跟我太太呢 都不是農業界裡面的人 但是我們對鄉下有一個夢想 所以我們把我們人跟上漫長的工作 終於結束 之後我們專心訪問 容易的生活 其實這也是台灣很美好的地方 台灣就是一個讓我 因為我自己 像我現在住花里 是 我在台北出生 我在高雄長大 那我現在自己搬到了花里 我常常也在跟身邊的朋友分享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適合 你自己可以去找一個 是 你自己覺得你適合住下來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那裡 落地生跟去發展 你想要發展的行業 農業 畜牧業 漁業 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是 沒錯 開心 我們一起加油 趕快吃飯 趕快吃飯 趕快吃一下 這好吃 這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很可以對不對 對 一年一收的洛神花 鮮果的賞味期限 只有短短三個月 但透過果農的巧手 一顆顆的紅寶石 變身成為酸甜果醬 可以調飲 入菜 烘焙 堪稱萬能的霸王級食材 喜歡原味的朋友 直接用曬乾的洛神花泡水飲用 每天喝一小杯洛神花茶 除了有不錯的保健功效 還能享受 彷彿戀愛般的甜蜜滋味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